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門課叫賽局與生活 到底什麼是賽局 賽局這個詞是從英文字翻過來的 英文叫做Game 大家聽到Game這個詞 又先想到的會是遊戲 所以我們就從一個小遊戲開始 這個遊戲不是太複雜也不是太先進 可能很多同學幼稚園的時候就玩過或小學 它叫猜數字 我之所以會選這個遊戲是因為二十年前 如果你大學畢業 然後下到微軟去找工作 後來他們的一些採訪的文章顯示 他們當年微軟很熱門的一個面試新員工的考題 就是這個猜數字 這題目是這樣進行的 我是面試官 你們是來找工作的人 我從一到一百隨機選一個數字讓你猜 你每猜一次都要付我二十塊錢 然後我強迫你 你必須要一直猜 直到猜對為止 所以你每多猜一次你就多付我二十塊 這是一個練才的遊戲 但是你每次猜錯 我都會告訴你 你猜的數字是太大還是太小 所以你猜錯會得到提示 然後再付我二十塊再猜下一次 如果你來跟我玩這個遊戲 你會怎麼做 你會用什麼樣的策略來猜 這是當年的面試題目 所以現在我在我投影片的第四頁 我已經寫好了一個數字 在我投影片的第四頁 我已經寫好了一個數字 所以我們就現場來玩玩看 大家想有想法的同學舉個手 我點到你就把數字喊出來 就好了 然後會記錄在這邊 看看我們全班要花幾次 可以猜到我投影片第四頁 所寫的數字 第一回合大家猜多少 後面透明同學舉手對 五十 五十 太小 第二回合 請說 七十五 七十五 太大 第三回合 好請說 六十八 六十八 太小 第四回合 已經要付我八十塊了 好 請說 七十二太大 第五 請說 七十 七十 太小 好 答案應該是七十一 我看一下 希望我沒有 對答案是七十一 我不是魔術師我沒有作弊 但是我弟弟是魔術師 然後他很擅長心靈魔術 所以 不要跟他玩 跟我玩是公平的 我們來看一下 當年 微軟的標準答案是什麼 大家現在五十太小 就七十五 太大 就 六十二 依此類推 這種猜法 它本身 有一個名字叫做 Binary Search 當我們要找東西 然後我們要找的東西 隨機的不知道散落在哪裡的時候 我們每一次 設法 把搜尋的範圍縮小 一半 一半 範圍越來越小 最後我們可以界定出 我們要找的東西在哪裡 當你使用Binary Search 也就滿接近同學剛才猜的路徑 理論上來說 一到一百 要找到我隨機選的這個數字 最多七次可以猜對 剛才是微軟的版本 猜數字 現在給大家看我冯老師的版本 我把這個遊戲規則改了一下 所有的字 遊戲規則都跟之前一模一樣 但我槓掉了隨機兩個字 我從一到一百 選一個數字讓你猜 你每猜一次 都要付我二十元 然後你必須要猜到對為止 我現在要問大家的問題是 遊戲規則裡面 有隨機選跟不隨機 隨不隨機 差別在哪裡 或者我換一個方式問 面對冯老師版本的猜數字遊戲 你會從哪裡開始猜 你仍然要先猜五十嗎 請說 五十一或四十九 你猜五十一或四十九 為什麼 因為如果用文化 這個是這個 大概會成七字 六到七字 對 那為什麼不猜五十了 因為 因為什麼可以提取 隨不隨機的一個重大的差別是 微軟版本裡面選數字的那個人 他是不會思考的 因為他是靠亂數來決定 但是在我冯老師版本的猜數字 我不是隨機選 那麼這個遊戲 藏了一個規則就是 讓你越晚猜到 我能夠收的錢越多 假如我是一個愛錢的人的話 那我應該會刻意去選一些數字 來刁難你 讓你難猜 如果 我預料 我判斷 很多同學 會用二分搜尋法 Binary Search的方式來猜 如果我預料 很多同學會從五十開始猜 那我有可能選五十嗎 我不會選五十 太危險了 那麼 同樣的道理 我不會選五十 我應該也不會選二十五或七十五 我應該也不會選十二十三 然後這個 三七三八 然後六二六三 這些凡是在二分搜尋法 前幾個回合 會被拆到的那些數字 我大概都會B掉 我不選 我會從剩下的數字裡面來挑 挑一些邊邊角角的 所以這表示什麼 這表示當你面對微軟版本的猜數字遊戲的時候 你一開始猜五十 它肩負了兩個作用 第一個 你有百分之一的機會 會猜中 當你猜錯的時候 它幫你縮小範圍 這是為什麼面對微軟版本 從五十開始猜很好 但是面對馮老師版本呢 你第一次如果猜五十 可能是猜中的幾率是零 它只能幫你縮小範圍 但是你等於就放棄了第一次我不可能猜對 第二次我也不可能猜對 第三次我也不可能猜對 我前面幾次的猜法都只是為了縮小範圍而已 所以當馮老師預料你會用二分搜尋法 因此避開這些數字的時候 你或許就需要去調整你的猜法 你繼續用二分搜尋法 它仍然可以保障你七次內猜對 但它可能也會保障你三到四次之內是絕對猜不對 所以當你面對的猜數字 馮老師不是隨機選的時候 你面對到的是一個會思考 會跟你互動的對手 你的對手可能會判斷 你用什麼樣的方式去猜 然後再加以反制 再加以因應 你懂有效率的搜尋法 那麼你的對手就有可能 針對你的做法給予反制 這是隨機跟不隨機所帶來的一個差別 所以從這裡出發 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到底什麼是賽局 賽局所要對比的另外一種決策 叫做個人決策 在微軟版本的猜數字遊戲裡 你面對到的是個人決策 你的報酬 也就是最後你要撩掉多少錢 只取決於你用什麼方法猜 外加運氣 你的做法加上運氣 加上老天爺決定了一切 你並不會遇到任何有血有肉 會思考 會發瘋 會犯蠢的對手 但是冯老師版本的猜數字 你面對到的就是一個賽局 是我們賽局理論裡面所講的賽局 它本質上是一個策略互動情境 什麼叫策略互動情境 在這個情境當中 你的報酬 不只受到你自己的決策和運氣所影響 也會受到冯老師的決策所影響 在一個策略互動情境當中 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互動 合作競爭或溝通 最後所導致的結果 它是互相牽連的 它不是受你單一一個人 你的決策你的做法 會影響到最後的結果 會影響到你最後的福祉 利潤 報酬 成敗 輸贏 它會受到你 以及其他賽局參與者 大家的決策會互相牽連 互相影響 所以從這裡出發 我們可以去思考 生活當中 哪些情境是賽局 哪些情境不是賽局 比方說這學期我們在接受加簽申請的時候 就有同學寫到他希望修這門課能夠幫助他來思考 他畢業之後對於工作或是留學的選擇 這個是賽局還是個人決策 可能取決於背後的故事是怎樣 假設週末一群同學大家一起出去吃飯 然後大家講好Go Dutch 每個人各覆各的 一起吃飯只是為了開心可以聊天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怎麼點菜 就取決於我的口味我偏好 我喜歡吃什麼 外加我錢包裡有多少錢 也就是我的預算 我的偏好加上我的預算 我自己判斷 我是要吃雞肉吃豬肉吃素還是吃海鮮 另外一種情況是大家一起出去吃飯 然後說點了菜互相分 然後帳單也互相分 這時候可能會面對到一個情況 大家彼此的口味不一樣 然後可能有人特別喜歡吃海鮮 然後正好海鮮又很貴 幫他吃龍蝦 然後我不愛吃海鮮 大家一起去吃飯 評分帳單 有可能其他人點他們愛吃又昂貴的食物 然後我不太吃 可是我仍然會需要在那裡做分母 當然同樣道理 我也可以點我自己愛吃又昂貴的食物 大家評分帳單 用這樣的方式一起出去吃飯 可能點菜的過程就是一個賽局 我這頓飯吃得多開心 然後加上最後我要付多少錢 不只取決於我的選擇 還取決於跟我一起吃飯的其他朋友之間的選擇 然後我們看廠商跟廠商之間的競爭 那麼可口可樂 他推出他的促銷方案 他打他的廣告 他最後在一個地區的市場能夠賣多少 不是只取決於他自己的行銷跟價格策略 那還會取決於其他的競爭品 百事可樂或是其他比較小廠牌的飲料 他們是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宣傳推廣跟促銷 這是賽局 但另一方面來講 很多同學在經濟學原理裡面 經濟學原理很多的時間都在畫這個供需圖 供需圖的背後的理論基礎是完全競爭市場 在完全競爭市場當中 所有的賣家跟所有的消費者都是非常小的個體 你小到一個地步 你的生產行為你的消費行為不會影響到整體市場的運作 不會影響到價格 所以在完全競爭市場當中 所有的廠商跟消費者他們面對的就不是賽局 因為每一個人都是price taker 價格接受者 他面對的是市場所給定的價格 他只需要根據他的預算他的資源 他的偏好去決定他要生產多少東西 或者是他要買多少東西以及買什麼 所以完全競爭市場就不是賽局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知道真實世界裡面 真正能夠算成是完全競爭市場的市場 幾乎沒有 他像是物理學裡面的光滑平面一樣 是可以用來鍛鍊邏輯思考 可是卻不夠寫實 另外一個情境大家可以思考的事情是 如果某個領域某一塊市場只有一家獨佔廠商 他有制定價格跟數量的權利 獨佔廠商所面對到的是賽局 還是屬於個人決策呢 比方說台灣的自來水公司 要裝自來水就是這一家 他面對的是賽局還是不是 這個大家回去思考 或者很多人他會面對到一個 意志力不夠的問題 可能大家現在還在學生時期還不會遇到 但是在我這個年紀很多人會想要 控制體重 威力運動 然後希望飲食可以更健康 然後每個禮拜三次去健身房 每次半小時以上住之類 下個禮拜再開始 然後到了下個禮拜 還是下個禮拜再開始 面對個人 針對規律運動 或針對減肥或是戒焉 這樣子的選擇 這樣子的行為 他是賽局 還是是個人決策 大家可以回去思考 我們再回到猜數字 剛才給大家示範的這個猜數字 的這個遊戲版本 我覺得如果要深入分析下去 它似乎有點複雜 因為一到一百個數字 我來選你來猜 候選的數字太多了 在經濟學裡面 或在賽局理論 的這支學術文獻裡面 我們常用的方法 是把真實現況裡面的情境 大幅的簡化 簡化到一個地步 是我們可以很嚴謹的 來分析每一個細節 每一個人的動機 然後並且做出計算 然後在同時 簡化的過程 卻仍然要保留 原本那個真實世界裡面 複雜故事的本質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猜數字的遊戲 馮老師版本 猜數字的遊戲 我們有沒有辦法簡化 我如果簡化到 1跟2兩個數字 我選你猜 就太無聊了 所以我提出一個簡化版 我從1到3 3個數字當中選一個讓你猜 然後你必須要猜到對為止 每猜一次要付20塊 因此你有動機 要希望你能夠 越快猜到越好 好 我從1到3 選一個數字讓你猜 這個遊戲 大家會怎麼玩呢 我們現在來進行一場思想實驗 選數字的人 跟猜數字的人 我假設我是選數字的人 你是猜數字的人 先假設 多數人會採用二分搜尋法 1、2、3 三個數字 我已經選好一個放在我心中 你第一回合猜2 如果猜2錯了 太大就改猜1 你第二次就猜對 太小就改猜3 你還是第二次猜對 這二分搜尋法可以保證你在兩次以內就猜中 好 但是如果你用二分搜尋法這件事情被我破解了 我認為你會用二分搜尋法 所以我就故意不選2 那麼就只從1和3當中來挑數字 如果我會這樣做 那麼當你採用二分搜尋法 第一次你就保證猜不中 你就是永遠第二次才猜對 所以這時候你要開始計算了 你看出來 我認為你會用二分搜尋法 所以你就看出來 我一定不會選2 所以為了要破解我 你可以選擇 從極端值開始猜 第一回合你就1跟3隨便猜一個 如果第一回合沒猜對 第二回合就改猜另外一個 可能第一回合猜1錯了太小 第二回合就猜3 如果真的真的那麼倒霉 前兩次都沒有猜中 那麼你第三回合再改猜2 這樣就好了 這裡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之間的思考已經有一些疊對疊 一開始我認為你會用二分搜尋法 所以我故意不選2 但是如果你看破了這一點 知道我故意不選2 那麼你就會從1或3開始猜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有一半的機率是第一次猜對 有一半的機率是第二次猜對 會比前面所講的 永遠只留在第二次猜對 要進步了一點 你需要付出來的錢的期望值 降低了 可是我們繼續推演下去 那如果我也看穿了你的伎倆 如果我看穿了你看穿了我 認為你會用二分搜尋法 那麼我就知道你一定會從1或3猜起 那這時候最危險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OK 你以為我會選1或3 那我就偏選2 然後導致你第一次第二次都猜不對 要花三次 但是如果你知道我會選2 你又會回到二分搜尋法 從2開始猜 然後如果我知道你會採用二分搜尋法 我又絕不選2 然後如果你知道我絕對不會選2 你就從1或3開始猜 你會發現我們之間 對彼此的判斷還蠻複雜的 我需要知道你怎麼想 但是你的判斷決定於 你的選擇決定於你判斷我怎麼想 所以我需要判斷你判斷我怎麼想 我需要判斷你判斷我判斷你怎麼想 我需要判斷你判斷我判斷你判斷我判斷你怎麼想 諸如此類 大家有沒有覺得正一夜的頭影片這個疊對疊 所描述的情境好像很眼熟 因為它的本質就是貓捉老鼠 老鼠要選擇貓不會去的地方 但是貓偏偏希望它能夠賭對 能夠猜對老鼠會去的地方 所以這個情境也很像桌球 或者是網球的發球 我一開始我的球路要讓它偏左一點 或者是偏右一點 然後你是接球的一方 那麼你一開始要去猜 對手打過來的球 這次可能會偏左還是偏右 我可以事先做好準備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到底該怎麼樣玩 這類貓捉老鼠的賽局 我們該怎麼樣玩猜數字 你真正要猜的 並不是我選什麼數字 而是你的對手 我是用什麼思路去選數字 你的對手也就是我 認為你會用什麼樣的方式去猜 所以這個是思路跟思路之間的對決 我在選數字的時候 會想辦法預測你的猜法 並且加以反制 那麼你也是一樣 我這裡補充一下 從我們剛才貓捉老鼠的那個概念出發 你可能會發現 當你在玩猜數字的時候 如果你會一遍又一遍的跟別人玩 雖然我不知道誰那麼無聊 喜歡玩這個遊戲 如果你會一遍又一遍的跟別人玩猜數字 那麼你不應該永遠採用二分搜尋法 你也不應該永遠從極端的數字 從一或三或四十九或五十一開始拆起 因為一旦你只用同一招 永遠用同一種演算法 用同一種策略去玩這個遊戲 久而久之 你的對手就可以破解你的思路 當他破解你的思路 知道你是用二分搜尋法 還是永遠從極端值開始 他就可以反制 那麼你所推出的這個策略 可能就會無效 或者他的這個效力就會降低 所以這裡就引出了 在賽局理論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基本原則 人跟人互動之間的基本原則 叫做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 你會知道怎麼找一個高效率的演算法 保證你七次之間猜對 那麼當你的對手是會思考的 他就知道他可以避開特定的數字 去刁難你 讓你慢一點猜到 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 所以面對策略互動情境 很重要的一點是 練習從別人的眼睛看世界 不是只想著自己 我面對到什麼情況 我需要什麼 而是試著換位思考 在這個賽局裡面還有哪些其他人 從他們的角度看過來 這個賽局長什麼樣子 他們的目標是什麼 他們的需要是什麼 他們面對到的限制是什麼 他們的資源有些什麼 從別人的眼睛看世界 講一個小故事 然後就結束我們今天的第一節課 這個故事取自 進何策略這本書 據說是二十年前好萊塢 片場所發生的一個真實故事 有一部大預算的動作片 拍到一半 導演跟主演的明星不合 所以導演跑了 他說I quit 我不幹 主演明星的片酬是五百萬美金 大家如果有拍片的經驗 你就會知道 一部片開拍了以後 是多少的人跟器材 基本上大家集合起來 所以每一天時間的流逝 都是錢 所以拍到一半沒有導演 這個劇組進行不下去 對於片商 對於製作公司來講 是非常傷的 心裡面是在堂學 好 所以電影公司就急著 要找替補的導演 問題是一部大預算的製作 好的導演哪裡是我說要有 現在就有空呢 當然找不到 這時候這部電影的編劇 他原本只是編劇 他心裡想機會來了 這個編劇一直都想要擔任導演 但是沒有機會 所以這編劇就告訴他的經紀人 你去幫我跟製作公司談 讓我來收拾這個爛壇子 讓我來接導演 只要能談成架馬再低都沒有關係 甚至免費要我來做這麼吃力的工作都沒有關係 這是編劇方 電影公司 電影公司的老闆也很急 那他就告訴負責談判的律師 跟這個律師說 你代表我們去跟編劇的經紀人談一談 能不能請他來接導演 然後希望可以用75萬美金的片酬 能夠請到他 請到編劇來當導演 可是我們的情況很危急啊 然後也很怕這個編劇跟我們敲竹槓 他如果獅子大開口怎麼辦 最多最多讓他能夠抬價到200萬 不能更高 目標75萬聘這個編劇當導演 在最壞的狀況我們可以接受 花200萬美金來聘他 所以現在你知道編劇方 跟電影公司這兩邊的想法 然後現在編劇的經紀人 和電影公司的律師 就開始面對面 大家來談一下 這個編劇有沒有辦法來接導演 結果萬萬沒想到這個編劇的經紀人很急 一遇到電影公司的人馬上就說 讓我們的編劇來接導演吧 導演費只要30萬美金就好 只要30萬 好我請大家想一想 如果你是電影公司的律師 代表電影公司來跟編劇這方來談 現在你會怎麼回應 你是電影公司的律師 你的老闆給你的任務 是用75萬聘這個編劇當導演 結果沒想到這個編劇的經紀人 說30萬就好了 你會立刻接受嗎 會立刻接受的同學其實 很多人還是會有 後面的同學搖頭 你搖頭你會怎麼做 會再砍一點 對 立刻接受其實不太好 立刻接受對方的心情是很難過的 他提了30萬 然後你就說 好好好 他可能就想說 我是不是提太低了 這樣你的對方 可能會帶著遺憾離開 所以剛才前面的同學說 好對方雖然提30萬 比我的目標還低 但是我就跟他假裝一下 我就回個20萬 等一下 對30萬太貴了 我是電影公司的律師 我說20萬 然後電影 然後這個編劇的經紀人說 20萬太少了吧 26 然後就是 大家在這邊 討價還價 假設最後25萬美金成交 然後經紀人回去跟他的編劇 報告這個結果 這編劇非常開心 然後律師也非常興奮 我幫公司審了好多錢 回去跟電影公司的老闆報告 沒想到這電影公司的老闆 勃然大怒 他說你搞什麼東西 我們這是大預算的製作 我們找的是A咖的明星 20年前的500萬美金 折今天的多少錢 是非常高的片酬的這個大明星 你好意思讓這個大明星 是跟一個25萬美金的一個菜鳥導演合作 如果這個消息傳出去 這個明星不會高興 然後我們這個電影公司也很難看 所以電影公司老闆後來就 fired掉這個律師 派另外一個人去談 最後是用75萬美金 聘到了這名編劇 來當導演 然後這編劇原本很高興啊 對我的經紀人幫我爭取到這個case 然後事後 走完這麼一招台發現他的經紀人無能 所以也把他的經紀人開除了 這就是故事最後的結局 但我們要思考一下 在剛才所講的這個故事當中 到底哪些人犯了哪些的錯誤 我們先來看代表編劇的經紀人 這個經紀人只看到了編劇自己的處境 這個經紀人只看到他自己的處境 我們非常急切的希望能夠接下導演 我們願意免費來做這件事情 但他沒有從電影公司的角度來看這個局面 他沒有想到說電影公司其實比他更急著 要聘到導演來把這部片繼續拍完 這個編劇今天如果沒有接成導演 他以後還有機會 可是這家電影公司如果不是立刻能夠聘到導演 導演把這部電影拍完的話 他每一天都在燒錢 所以電影公司想要談成 會比這個編劇想要談成 來得更加急切 而這個經紀人只想到自己 只想到他自己所代表的這個編劇 他沒有從別人的眼睛看世界 而錯失了錯估了這整個談判的局面 這是第一個問題 所以要強調從別人的眼睛看世界的重要性 那我們再來看這個電影公司所委派的律師 他犯了什麼錯 他心心念念想的 就是我在參與的是這個 談價錢的零和賽局 只要編劇多拿一萬塊 我們電影公司就要多付他一萬塊 他的多拿就是我的少拿 那麼我電影公司要多賺錢 就需要靠壓榨或者是降低這個編劇的導演費 這個律師他眼睛所見的只是眼前的這個小的賽局 但是他沒有想到聘導演這件事 談費用這件事其實是拍電影這個更大的賽局裡面的一個小環節 他只見數他沒有見零 他如果能夠看到拍電影的這個賽局 那他就能夠理解這家公司用什麼樣的價位去聘導演 其實會攸關了整個電影的主創團隊跟主要明星之間 大家對於這部戲的一些想法 大家對於團隊工作團隊合作的一些想法跟認知 他們有考慮到這一點 他們有考慮到這部片的大明星本身 他很介意跟他一起合作的這些人 是不是有份量的 而份量很難衡量 真實的份量很難衡量 但有時候我們可以用價碼側面的來估量 所以這個律師只看到了 談價前的這個聯合賽局 卻忽略了他的老闆 電影公司老闆真正的目標是什麼 以及拍電影這個大賽局 他也忽略了拍電影裡面有這個明星 是這個隱藏版的賽局參與者 所以從這裡出發 我們今天第一個小時的課 結果 結論是 賽局 就是策略互動情境 在任何的策略互動情境裡面 一個基本的思維是 你不要只想著自己 而是練習從別人的眼睛看世界 那這時候你可以了解別人的想法 處境與限制 有助於你能夠更有效率的競爭 或者是跟別人合作 共創雙贏能夠做得更好 或是達到更好的溝通 OK 我們今天 第一小時的課先到這裡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練習一下 如何從別人的眼睛看世界 那這堂課開始的時候 助教有發 每人有兩張講義 講義上的東西我也會打成投影片 只是我們要描述的情境 可能會涉及到一些數字 可能會有一些比較複雜的規則 所以我也應成講義發給大家 讓你可以很快的前後參照 所以請大家可以先參考 柔道策略情境那一份 上面寫 賽局與生活柔道策略情境 是正反面 一張紙正反面兩頁 你是一家新廠商 然後你的目標是要去挑戰 已經在市場上做大 存在 資源比你豐富 產品好像也比你好的 老廠商 這個柔道策略情境 是關於像是 舊約聖經故事 大衛挑戰 哥利亞 這樣子的情況 我們看一下具體的情境是什麼 某個領域 有一家老廠商獨佔市場 而且老廠商的產能 足夠供應所有的消費者 你是一家剛起步的新廠商 想要生產跟老廠商同樣的產品 進入這塊市場 在我們的故事裡面 這個市場可能就是面對一個村莊 的村民 所以市場上總共有100位消費者 每一位消費者最多只需要購買一個單位的產品 不買或者是買一個 所以這個市場對這個產品的需求量最多就是100個 沒有更多 好 現在來看一下你跟老廠商之間 這個優勝列敗 老廠商已經建立起品牌知名度 所以對消費者來講 老廠商每一個單位的產品 能夠為他帶來200元的價值 如果你學過基本的經濟學 這200元就是這個消費者對這個產品的怨付價格 意思就是說當這個產品賣的比200塊更貴 大家就不買了 這個產品只要賣的比200塊便宜 小於等於200 大家都願意買 是這樣的情況 不過呢 對消費者來講 大家還不熟悉你的新廠商 雖然你的東西是一模一樣的 可是大家就覺得你的東西比較差 所以你每單位產品 只能帶給消費者的認知上 是160元的價值 換句話說 你的東西賣超過160大家就不買 小於160大家會考慮 老廠商有能力把生產成本降低到平均每單位是100元 因為老廠商已經在市場上很久了 所以他已經走過這個學習曲線 但是你的生產成本是每單位120元 你可以看到你的生產成本比老廠商貴 然後消費者又覺得老廠商的東西比你有價值 這是你一個新廠商所面對到的困境 然後我們來看看這個故事裡面的消費者 他們如何做決策 對消費者來說 他們重視的是效用 誰的產品能帶給他們最大效用 他們就跑去跟誰買 效用就是價值減掉價格 如果老廠商用180元賣他的產品 對我消費者來講 這個產品值200 可是我付180就可以得到 所以價值跟價格之間的差距 就是最後我消費者所得到的這個競效用 是20 我們再舉個例子 假設你的產品價格是140元 老廠商的產品價格是170元 OK 老廠商賣的比你貴 這時候消費者會跟誰買 會跟老廠商買還是跟你買 消費者認為老廠商的產品值200 只要付170 他們可以得到30 消費者認為你的產品只值160 現在需要付140 買你的東西 消費者最後可以得到20 所以 因為消費者大家覺得老廠商的產品比你好很多 所以即使老廠商賣170 你賣140 老廠商能夠帶給消費者的效用還是比較大 消費者都跑去跟老廠商購買 我這裡只是要示範一下 不同的價格組合 你的價格 老廠商的價格 會如何影響到消費者的選擇 這裡有一件事情要注意 老廠商的產能已經建立 所以在沒有競爭者的情況下 他可以獨立的供應所有100位消費者 都沒有問題 然後老廠商就賣他的產品 用200塊或是用199賣 這些100個消費者大家都願意買 OK 那麼你身為新廠商 不只你需要思考你的價格該怎麼定 你在這個從無到有的過程中 你還要去想你的生產規模是什麼 你的生產規模的大小 也是你所需要做的決定 比方說你選擇工廠蓋少一點 生產線建的少一點 以至於你最後的產能 就是最多只能夠生產30個單位 工廠要多大 生產線要多少條 要Pick多少個員工 這些是你從無到有創業的過程中 可以思考的事情 假如你選擇的產能是30個單位 然後又假設你的價格夠好 大家都覺得跟你買比較划算 好過跟老廠商買 但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因為你面對產能的限制 所以到頭來最多 只會有30位消費者 能夠買到你的產品 然後其他70位消費者 想跟你買買不到 排隊搶不到 像魚的消費者還是只能回去 跟老廠商購買 所以你可以看到你的產能的選擇 會對消費者 會對老廠商帶來影響 當你的價格夠好的時候 夠低的時候 如果你的產能很大 你可以供應非常多的消費者 你就可能可以從老廠商那裡 分走它很多的消費者 可是當你產能很小 即便大家都想買你的東西 多數人買不到 買不到的人 最後還是只能回去跟老廠商買 所以你設的產能小 可能就表示 在對你最有利的情況之下 你從老廠商那裡 能夠瓜分掉的消費者 人數沒有那麼多 這是我們的故事的背景 現在你已經決定要進入這塊市場 然後請記住 你的生產成本比老廠商高 你的產品能夠帶給消費者的價值感 卻比較低 面對雙重不利的這個局面 你要怎麼樣參與這個賽局 你該怎麼決定自己的產能跟價格 讓你能夠在一開始找到獲利的機會 我先給大家大概兩三分鐘的時間 大家想想看 然後你可以參照著你的講義 思考一下 我沒有要你找最佳的價格或最佳的產能 但是我希望你在非常有限的時間裡面 透過你的直覺 甚至不要靠計算 你是不是能夠寫下一個建議 你建議這個新廠商產能設多少 它產能設80個單位 50個單位 還是20個單位 它的價格該設多少 價格該設很貴 貼近消費者的怨婦價格160元 還是價格該卸設的很便宜 貼近你的生產成本120元 你該走怎麼樣的策略 是讓你有機會可以獲利 最後是可以賺到錢的 但是呢 在做這個選擇之前 我要跟大家再重新走過這個賽局的每一個階段 來釐清 做決策 新廠商跟老廠商做決策的幾個順序跟階段 在第一個階段 你需要去決定你的產能跟價格 老廠商我稱之為incumbent 所以之後數學符號我用IA來代表 然後新廠商我用英文entrant來表示 所以之後的數學符號我用字母1來代表 老廠商跟新廠商都需要面對價格跟產能的問題 我們假設老廠商的價格是pi 新廠商的價格我用PE來代表 E is for Entry 代表是新廠商 老廠商已經做大 它的工廠生產線都在那裡 它的產能就是100 不需要選 新廠商從無到有要建立 我們用字母N來代表新廠商的產能 在第一階段你是新廠商 你要決定你的產能N跟價格PE 然後到第二階段呢 我們假設老廠商原本的產品價格是100 是200元 它原本獨佔 它可以把價格拉到最高的可能性 老廠商原本產品價格200元 在它得知你的決策之後 它可以選擇要不要調整它的價格 來做營運 來跟你競爭 這是第二階段 老廠商的回應 第三階段 在老廠商的新價格也公佈之後 消費者面對了新廠商的價格 跟老廠商調整之後的價格 消費者可以決定 他要跟誰買 或他覺得兩個廠商都賣太貴了 他都不買 所以第三階段 是消費者的消費選擇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賽局 簡化成123這三個階段 大家可以參考你的講義的第二頁 有詳列這個東西 好 所以 給大家兩三分鐘的時間 你來選擇一下你的產能跟價格 大家不用教 但是思考一下 然後在你自己的講義上面寫下數字 N是多少 PE是多少 你不需要去想像 哪一個價格或產能的組合對你最好 你只需要去找到有沒有什麼價格或產能 價格跟產能的組合是可以幫助你順利可以有利潤 可以有賺到錢 這樣就好 你的目標沒有那麼遠大 所以是很短的時間內 憑直覺可以怎麼想這個問題 你需要寫的就是你的產能是多少 價格 PE是多少 你需要寫下兩個數字 如果你還沒有頭緒的話 就用猜的好了 就用猜的方式 剛才猜數字也可以隨機選 也可以隨機猜 定價格也可以隨機 或者你仍然覺得沒有頭緒的話 大家可以看黑板上這張圖 我們不要想像說我的價格 必須要落在成本120 跟約付價格160之間 那樣有太多的選擇 41個選擇 你也不要想像你的產能 必須借在0到100之間 有太多的選擇 101個選擇 但是我們可以概分 你想要走的是高價策略 還是低價策略 你要走的是高產能的策略 還是低產能的策略 所以我這張圖的橫軸 展現的是價格 越往右邊價格越高 越往左邊價格越低 所謂低價就是你的價格很貼近成本 所謂高價就是你的價格很貼近約付價格 然後我的縱軸 capacity 代表的是 你對產能的選擇 如果你希望開的生產線是可以讓你生產到貼近100個單位的可能性 就是一個高的產能 如果你只想要生產5個單位 你都用二分法來看 高跟低 那麼大方向上面 你面對了四個選擇 在這裡的第一項線 你可以思考你要不要走高價 然後我要生產很多 高價高產能的策略在第一項線 第二項線呢 是走低價格便宜賣 然後但是我要生產很多 高產能 第三項線 是走低價格 ok 小規模生產的路線 第四項線 是高價格 低產能小規模生產 我們來思考一下 這邊會發生什麼事情 重點是我們今天第一堂課講到 從別人的眼睛看世界 所以不管你的直覺 你的衝動 要迫使你選擇怎樣的產能跟價格的組合 不管你想選擇怎樣的產能價格組合 你都要思考 當我這個策略推出去 宣布定案了之後 老廠商將會如何回應 因為我們賽局的第二階段 老廠商可以調價 你的策略一旦公佈 使出去 老廠商會如何回應 老廠商的回應方式 概括來說 有兩種 第一種我稱之為容忍 英文叫to accommodate 也就是我不跟你爭 你要搶走我的一部分的消費者 就讓你去搶 讓你瓜分市場 對你視而不見 然後我就繼續進行 你cover不到的 剩下的那群消費者就好了 這個叫容忍 老廠商的第二種做法是什麼 我要跟你打價格戰 我要降價 我一個消費者都不要讓你搶走 我要降價讓你生存不了 讓所有的人都繼續跟我買 然後把你趕出市場 第二個叫做迎戰 所以老廠商的選擇 就面對了容忍跟迎戰 兩個選項 我們現在具體的來看一下 到目前為止 這些都是在你腦子裡面 所進行的思想實驗 給定你已經選擇了產能 N跟價格PE 然後我們來看 老廠商所面對到的實際的選項 有哪兩個 第一個 在容忍的情況之下 老廠商他基本上不理你 他只繼續經營剩下來的市場 那這時候老廠商的價格他會調嗎 他不調 繼續保持一百元 然後老廠商能夠賣給多少個消費者呢 老廠商可以用一百元的 欸等一下 不是一百 老廠商繼續維持他的高價兩百元 設法把產品賣給 所有沒機會 跟新廠商買產品的那些消費者 他用兩百元的價格 把東西賣給 剩餘的一百減N個消費者 那麼老廠商的利潤 我用Pi來表示 Pi代表老廠商的利潤 會是多少呢 他每賣一個單位的產品 他收到兩百塊 但是他需要支付成本一百元 那麼所以 兩百減一百 是老廠商賣一個單位產品 所得到的利潤 他最終可以賣給一百減N個人 所以這裡是老廠商的利潤 那為了讓這整個表達能夠更清楚 我在這個符號的右上角加一個A A is for accommodate 代表就是老廠商選擇容忍的情況之下 他繼續維持價格在兩百 PiA 老廠商incumbent在容忍 Accommodate的情況下的價格 PiA是老廠商在容忍的情況之下 他所能夠得到的利潤 好 老廠商除了容忍之外 他可以迎戰 那麼英文我用fight來代表 如果老廠商要迎戰 要跟新廠商打價格戰 在給定新廠商的價格是PiA的情況之下 你覺得老廠商該如何定價呢 我現在用PiF F is for fight 是老廠商在選擇迎戰的情況之下 他要把價格調整到多少 我們先思考一下老廠商的產品 給消費者的價值是多少 對消費者來說老廠商的產品 比新廠商的產品 多了40元的價值 消費者覺得老廠商的產品值200 新廠商的產品值160 老廠商的產品多值40元 所以照理來說 如果老廠商要跟新廠商打價格戰 他永遠可以推出 新廠商的價格 我比你多賣40元 大家還是願意買 或者是我們歸毛一點 就老廠商就是新廠商的價格加上40元 再扣掉一兩塊錢 或再扣掉一兩毛錢 我就比新廠商的價格加上40元 再少一點點 我推出這個價格好嗎 這就是PiF 老廠商在迎戰的時候的價格 就是新廠商價格 P1 加上40 再少一點 但是這個 減Epsilon這個部分可以很小 讓我們就大而化之 就先不管它 讓我們的數字比較好計算 當老廠商推出這個價格 比新廠商價格貴 40元少一點 這時候老廠商所能夠得到的利潤會是多少呢 老廠商每賣一個單位 他收到P1加上40 然後這是他的價格 減掉他的單位成本 是100 所以P1加40-100 是老廠商每賣一個單位的產品 他實際上能夠得到的利潤 當老廠商採用迎戰低價的策略的時候 他可以順利的吸引到 所有100個消費者都跟他買 所以100個人都跟他買 這裡的原因是 老廠商的產品相較於新廠商的產品 對消費者來講多值40元 所以老廠商的價格 只要是新廠商的價格加40 比這個價格再便宜一點點 再便宜一毛錢 就可以吸引到 100個消費者 都去跟老廠商買 最後他們得到的經銷用是一毛錢 比沒有好 就是應該說 他們跟老廠商買 和跟新廠商買 相比 他們跟老廠商買 消費者可以多得到一毛錢的經銷用 大家都去跟老廠商買 老廠商用這種方式 來 降低價格 然後來設法建立門檻 不讓新廠商進來 因為新廠商的價格一定會落在120跟160之間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迎戰的情況之下 老廠商的價格一定會是小於160加40 一定會小於200 所以迎戰的時候的老廠商價格 會小於容忍的時候 老廠商繼續維持200元的價格 老廠商面對這兩種選擇 我們來看 對你新廠商來說 只有在老廠商選擇容忍的情況之下 你才有獲利機會 如果到頭來 如果到頭來老廠商決定迎戰 那麼所有100個消費者都不會跟你買 所以身為新廠商 你的銷售量就是零 零銷售 那就是零利潤 然後你前期所投入的固定成本 還沒有辦法回收 這表示什麼 表示如果你新廠商的目標 是要能夠創造銷售 是要能夠有利潤進來 你必須有辦法 你必須要迫使老廠商 願意容忍你 而不是迎戰 只有在老廠商選擇容忍的情況之下 你才有機會獲利 下一個問題 該怎麼做 才會讓老廠商願意容忍 剛才前面給大家做四個象限的選擇 沒有人選高價 大規模 但是二三四 其他三個選擇都有人選 從直觀上來說 該怎麼做 可以讓老廠商願意容忍你 我們先看右上角 雖然沒有人選 但是我們還是來走一遍 當你的價格很高 接近一百六 然後產能也很高 假設你生產八十九十一百個單位 這時候會發生什麼事 這時候會發生的事情是 如果老廠商容忍你 那他就讓你帶走了幾乎他所有的顧客 這是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老廠商會想要降價 跟你迎戰 來留住他這些大批的顧客 然後呢 因為你的價格也沒有太低 你的價格貼近一百六 然後老廠商的價格 只要是你的價格多四十塊 再少一點就可以留住 所以當你價格高 表示老廠商不用降價太多 就可以跟你競爭 然後因為你的產能高 你潛在有可能搶走老廠商非常多的顧客 所以老廠商有很強烈的誘因 要跟你一戰 來留住他的大批顧客 然後他又發現他不用降價太多 他就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對迎戰對他的代價很小 可是對他的幫助就很大 留住他的大批顧客 所以高價格大規模的生產 其實是會誘發老廠商的戰力 他覺得他這樣一點點價格 就可以留住大批的顧客 不讓你搶走 為何不做呢 反過來我們看左下角 低價格小規模生產 會發生什麼事情 講一個極端的狀況 假設你就生產十個單位 然後你就是用這個低價 很貼近成本一百二十五塊 的這個價格去賣 這時候你會帶給老廠商 什麼誘因 你最多就是搶走老廠商 十個顧客 一百個顧客裡面 你搶走他十個 所以如果老廠商要跟你 但是老廠商如果為了要留住 那十個人跟你打價格戰 老廠商需要配合降價 你的價格是一百二十五 老廠商需要配合降價到一百六十五以下 老廠商的價格需要從兩百元降到一百六十五以下 這是一個很大幅度的降價 但是老廠商大幅降價只為了留住你的產能 所能cover到那十個顧客 請記得剩下九十個消費者 他們想跟新廠商買也買不到 剩下九十個消費者 他們仍然被老廠商所獨佔 剩下九十個消費者 他們仍然願意用兩百塊錢的高價 跟老廠商繼續買產品 但老廠商為了留住你要搶走的那十個人 他需要大幅的從兩百塊錢降低他的價格到一百六十五以下 表示為了留這十個人 老廠商要犧牲掉他原本可以從另外九十個人那裡能夠賺到的高額的獨佔利潤 看到了沒有 當你採用低價格小規模的方式來運作的時候 會讓老廠商為了留一點點的顧客 就要付出非常昂貴的代價 因為他會犧牲掉很大幅度 他可以跟他原本所獨佔的那些消費者 所能賺得的利潤 所以你可以想像 如果右上角 低向線 是誘發老廠商迎戰的一個極端 那麼左下角 低價格小規模 就是迫使老廠商容忍的另外一個極端 所以該怎麼做才能讓老廠商願意容忍呢 用小規模低價格的方式進入市場 如此一來 老廠商若要迎戰 他面對的代價極大 大到一個地步 他放棄迎戰 選擇容忍 這個是我們用直觀 用經濟直覺來做的思考 現在我簡單的帶大家做一個數學的計算 然後我們來看看 從數學式的推導當中 我們是不是能夠得到一樣的結論 所以我們現在 你是新廠商 最後最終你的目標是選擇產能N 跟你的價格PE 然後 你希望做到的事情是確保 老廠商容忍 如何可以確保老廠商容忍 讓老廠商因為容忍 所得到的利潤PIA 能夠大於他因為迎戰 所能夠得到的利潤PIF 你只要讓老廠商容忍之下 他賺的比較多 他就會容忍 所以我們來算一下 老廠商容忍的利潤是多少呢 剛才已經寫過了 是200-100乘上100-N 這個是容忍的利潤 需要大於等於迎戰的利潤 老廠商營戰的價格是 新廠商價格加40再少一點 減掉100元的成本 然後這時候可以順利留住 100個顧客 所以要讓老廠商容忍 然後還利潤比較大 我們就需要確保 下面這個不等式 是成立的 我做一個簡化 200-100是100 然後再乘上 100-N 會大於等於P1加40-100 是P1減掉60乘上100 這時候你會看到 市值的左邊右邊 各自都有100 我把它消掉 所以最後這個不等式 會變成100減掉產能N 會大於等於 新廠商價格P1減掉60 讓我再做一個移項 我把N移到右邊 然後這個60移到左邊 所以就會變成是 160會大於等於 P1加上N 但是這樣子的表達方式 我覺得看起來不是很舒服 所以我把它左右顛倒 重新抄一遍 最後要迫使老廠商容忍 我們需要達到的條件是 P1加N 是小於等於160 後面都是代數計算 後面都是代數計算 原理很簡單 就是要讓老廠商在容忍的情況之下 賺的還比較多 然後經過數學式的代換 新廠商的價格 加上新廠商的產能 必須要小於等於160 不等式的右邊是160還是180還是140 這個數值並不是很重要 而是這個大小關係是很重要的 這個不等式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會比較容易成立呢 新廠商的價格 P1越小 這個不等式越容易成立 P1越大 越不容易成立 同樣道理 新廠商的產能N越小 這個不等式越容易成立 產能N越大 這個數值越不容易成立 所以要讓老廠商能夠快樂的容忍 我們所對應到的事情 從新廠商的角度來看 新廠商的價格最好盡量低 新廠商的價格最好低一點 新廠商的產能生產規模最好小一點 你可以看到這個不等式的背後 所要講說的故事 跟我們剛才從這個四項線圖 做一個直觀的邏輯推演 所得到的結論是互相吻合的 在這門課當中 如果你不是很習慣做數學計算的同學 我覺得就這門課並不會造成任何的障礙 我們之後的很多的考試跟作業 並不會需要仰賴大量的計算 你仍然是可以透過直觀上的邏輯推演 來思考我課堂上所講的 每一個情境 每一個模型 每一個案例 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三不五時我會搭配示範 我們跟數學的運算結合 你會發現直觀跟數學的運算 如果兩者都正確的話 他們應該要推向相同的結論 這是我們在這裡所得到的事情 我幫這個問題做一個總結 那麼到頭來我們故事裡的新廠商 究竟面對的是怎樣的決策呢 到頭來新廠商 他的目標 希望極大化的利潤 新廠商在極大化的利潤的過程當中 新廠商能夠選擇什麼 他可以選擇他的產能 他可以選擇他的價格 和PE 新廠商在選擇 產能跟價格的過程中 並不是沒有面對任何要的限制 他面對到的 新廠商面對到的是一個 巨無霸型的老廠商 我們必須要確保老廠商 可以很開心的容認我的存在 所以新廠商在選擇 產能跟價格的時候 他必須要加上一個條件 這個條件叫做 讓老廠商可以開心的來容忍我 我要如何讓老廠商開心的容忍我 先前我們已經推導過了 需要讓我的價格和我的產能都夠低 低到一個程度 我的價格跟我的產能相加 需要小於等於160 白色的數字 白色的這個不等式 是我們實際上需要面對的限制 一個隱形的限制讓老廠商開心 黃色的是直觀的敘述 新廠商選擇產能跟價格 但是這個選擇必須要讓價格和產能夠小 老廠商才會容忍我 在老廠商願意容忍我的情況之下 我新廠商的利潤是多少呢 我新廠商的利潤 在老廠商願意容忍我的情況之下 我的價格是可以吸引到消費者 所以那些消費者用我的價格P1跟我買 然後我要支付成本120元 所以我每賣一個單位的產品 我可以賺P1減掉120 我能夠賺多少呢 因為我的產能設為N 所以我最多就只能賣N個單位 但我能夠確保老廠商會容忍我的情況之下 在下面這個式子成立的情況之下 我的目標是要讓我的產能跟價格 可以使我的利潤 P1減120乘商N能夠變得越大越好 最後的答案是什麼 其實要回答這個問題 詳細的計算我今天先不提供 大家如果有問題的話提出來 我們之後可以在下節課可以再討論 那這樣的問題理論上 就算是你不擅長來解這樣的問題 你還是可以回到電腦前面 然後打開Excel 然後帶入各種不同的數字比大小 然後找到一個最佳解 我要講的問題是說 在真實的世界你面對到課題的時候 你不用去擔心你的計算能力強不強 因為你可以有電腦 你可以有各種的工具 來幫你解決這些技術性的問題 但真正重要的是 你如何把一個真實世界裡面出現到的情境 能夠抽絲剝繭、簡化 然後釐清 變成這樣子一個乾淨清爽的一個問題 然後你去找到這個問題的癥結 如何讓老廠商開心 這個最佳的產能是20 然後價格是140 但即便你設的產能和價格的組合不是最佳的 只要它們夠小 你永遠可以用這個柿子拿進去代換看看 只要N跟PE夠小 老廠商就會容忍你 你就會有機會用你的價格 高過成本的價格賣出一點點東西 然後開始賺取利潤 到這邊為止有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這種小規模低價格的方式切入市場 以小國大 那麼在文獻裡面有一個詞彙 叫做柔道策略 Judo strategy 我不知道有誰練過柔道 這次加遷申請 我沒有收到任何人寫說 我因為練柔道 所以我想要選賽局生活 那我也是讀了賽局理論以後 我才去翻翻書看看柔道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但是當兩個人在競技 在格鬥的這個過程當中 可能試圖是要去摔對方 去壓制對方 那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有沒有辦法利用對手的身體的重量 讓他成為 造成他被摔或者是被壓制的更慘一點 所以柔道策略的基本精神 其實是如何把對手的優勢化為劣勢 如何讓對手的資產變成包袱 柔道策略所要講的 其實是把對手的優勢化為劣勢 在這個情境裡面 老廠商的優勢是什麼 老廠商的優勢是他產能大 而且已經在那裡了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新廠商可以刻意的限制我的生產規模 我新廠商可以刻意的留著 留很大一塊市場 讓老廠商繼續用他的高價 去享受他的獨佔利潤 所以老廠商本來的優勢是他有產能大 可以獨佔一大塊市場 但是也因此他害怕失去大市場的獨佔利潤 讓他不願意隨意的降價 來跟我新廠商來競爭我所想要瓜分掉的那一小塊市場 所以老廠商的優勢變成他競爭上面會害怕 會畏首畏尾的一個理由了 這個叫做柔道策略 但是我要提的事情是柔道策略的本質跟低價無關 我們之後也會給大家看一個例子 柔道策略不一定要走低價路線 在有些情境之下 柔道策略可能對應的是高價格 但是是非常好的品質 或者是去填補市場上還沒有人去願意做的一個區塊 我先簡單跟大家講兩個故事 都是跟飲料有關 然後也是跟柔道策略有關 在商業歷史上 真實有發生過我們剛才這個柔道策略情境裡面所講的故事 是在1930年代 那時候的百事可樂跟可口可樂 兩大可樂品牌之間的競爭 其實百事可樂回到1930年代 它還是一個不知名的小品牌 而且在1931年的時候 百事可樂的公司破產了 1931年是什麼年代 從1929年開始 經濟大蕭條 百業衰退 失業率飆高 在那個時候 原本的百事可樂公司 是由華爾街的一批人士 所持有這家公司 但是他們金融操作不當 公司破產 就賣給了在美國東岸 經營連鎖糖果店的一個老闆 叫做Charles Guth 稱他為古斯先生 古斯買下了百事可樂 要做什麼呢 那個時候的糖果店 除了賣糖果以外 還有那個飲料機 就是你可以付錢 他就給你一個杯子 然後就可以自己去裝可樂來喝 那古斯買下百事可樂 他一開始想說 那我糖果店 就是賣這個百事可樂的飲料 給大家喝 但是隨後 古斯發現 我百事可樂 能不能夠裝瓶 拿到市場上去販售 然後試著跟可口可樂 一較高下 但是 大家普遍覺得 百事可樂 不好喝 然後 然後又沒有聽過這個牌子 然後回到那個時期的可口可樂 已經是全美國的知名品牌 然後在1931年之前的萬國博覽會 跟在美國所舉辦的奧運 可口可樂都已經成為了指定的飲料 在經濟大蕭條開始之後 可口可樂開始推出 各種的撫慰人心的療癒的廣告 來建立他的這個可口可樂的這個品牌形象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古斯要把百事可樂拿去裝瓶去賣 就遇到了挫折 他一度就想說我百事可樂 他就一路跑到可口可樂公司說 百事可樂的配方賣給你 可口可樂當然不買 他已經是可口可樂 他幹嘛還要買一個沒有人喝的東西 枸極跳牆之下 古斯先找了第一招 如何降低成本 他就找回收的廢啤酒瓶來裝可樂 在那個年代的瓶裝可樂 原本是6盎司的容量 6盎司沒有太多 所以瓶子是矮矮的 但是啤酒瓶是12盎司的容量 是瘦瘦高高的瓶子 所以當年可口可樂是用6盎司的瓶子來裝瓶 每一瓶可口可樂賣5分錢 然後百事可樂用回收的啤酒瓶來裝百事可樂 一瓶高高瘦瘦的是12盎司 該賣多少錢 6盎司5分錢12盎司10分錢 5分錢都沒有人要買了 10分錢更是賣不掉 後來股司不得已他推出了一個策略 叫做容量加倍價格不變 股司用回收的啤酒瓶來裝百事可樂12盎司 但是仍然用原本6盎司的那個價格5分錢來賣 這個容量加倍價格不變的策略 從事後來看是百事可樂在歷史上的一個轉捩點 在1931年之前百事可樂只是在美國東岸的一些城市 零星有一些銷售 而且主要是透過糖果店來賣的飲料 但是容量加倍價格不變這個策略 竟然誤打誤撞 讓百事可樂在1930年代快速的成長起來 遍及全美國 後來再延伸到加拿大跟墨西哥 這個轉捩點讓百事可樂有機會 從破產中翻身到後來成為全球兩大飲料品牌之一 那我們來檢驗一下容量加倍價格不變的策略 為什麼可以成功呢 第一個原因很簡單 原本可口可樂6盎司賣5分錢就賣太貴了 大家回去計算一下1930年代5分錢的這個價格 對應到今天2020年應該要是多少錢 那時候的飲料其實就賣得有點貴 以至於大幅的降低單價 對飲料廠商來說仍然是有利可圖的 這第一點 第二點你可以想像 可樂不是民生必須品 然後在一個大蕭條的年代 我想大家為了吃飽都要奮鬥一陣子了 不是民生必須品 並沒有太重要 但是不重要的東西 如果大幅的降價 給人一種大幅降低單價的感覺 可能有機會刺激消費 也就是大家對可樂不是那麼必要的東西 所以我的價格彈性是低的 並不是說你賣貴賣便宜我都買 但是當你願意大幅降價了 大家原本不買的人有些人開始買 所以第一個原因是原本可樂就賣太貴 第二個原因是 可樂的價格彈性其實是低的 以至於百式可樂大幅降價 就很多人願意試 後來有很長一段時間 百式可樂都被稱為是窮人的飲料 有一部分的理由就是來自 之前這個歷史的淵源 百式可樂降價 但是我們要追問 容量加倍價格不變 我們繼續追問下去 它為什麼會成功 我們還必須要解答一個問題 可口可樂當年容忍了百式可樂 你可以想像如果可口可樂 以它的品牌知名度 它選擇迎戰 你百式可樂 單價減半 我可口可樂也單價減半 你覺得百式可樂還有生存的機會嗎 可能沒有 大家就去買更便宜的可口可樂就好了 可是回到那個年代 當百式可樂透過單價減半快速竄起的時候 可口可樂是完全無視於百式可樂的存在 徹底的容忍它 為什麼 因為回到那個年代 可口可樂全美國之名 可口可樂擁有極高的市戰 百式可樂用一個低單價的策略切入市場 然後一開始只侵蝕掉美國東岸的市場 只侵蝕掉百式可樂 用一個低單價的價格切入市場 一開始只侵蝕掉可口可樂很小比例的市戰 所以可口可樂他當年他不願意 為了留住百式可樂搶走的這一小塊市場 而去跟著大幅降價 因為當他這樣做的時候他的代價很大 對於原本仍然屬於他的那個龐大的市場 他原本可以透過高單價賺高額的利潤 他如果跟著打價格戰 他就要犧牲掉他自己所固有的這個市場 所能夠得到的高額利潤 可口可樂不願意這樣做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可口可樂的高市戰 就成為可口可樂在那個年代 跟百式可樂競爭的時候的一個弱點 那百式可樂古斯當年他不是一個懂柔道策略的人 可是迫於環境 誤打誤撞 他使出了低價格小規模的方式切入市場 順利的找到了生存的空間 然後在這個能夠生存的這段時間裡面 他快速的擴張 成為後來你所知道的百式可樂 接下來跟大家講另外一個飲料的例子 賽局專家如何創立飲料品牌 我要談的是在1990年代後期 在美國所創立的一個新的走健康路線的飲料 叫做Honest Tea 全時查 這張投影片裡面的兩位 就是他們的兩個創辦人 長得比較像柯南裡面阿力博士的 這位呢 是耶魯大學管理學院的經濟學家 或者是賽局理論專家 就是Barry Neuboff 貝利奈勒波夫 他寫了《競合策略》跟《思辨賽局》這兩本書 然後他一直在教賽局 教策略 那右邊年輕的這一位呢 就是Barry Neuboff 他在1995年的時候所教的MBA的學生 那後來他成為這個新的飲料品牌 Honest Tea的執行長 他們要做什麼事情 他們那個時候就發現一件事 他們去超市 他們去便利商店 看到冰箱裡面所 陳列的琳瑯滿目的各種的瓶裝的 冰的這些茶類的飲料 什麼檸檬紅茶 蘋果紅茶這類茶類的飲料 發現都很甜 都甜到他們不愛喝 而且你如果多做一點研究 了解一下那個成分的話 發現幾乎都不是茶做的 有些可能還是化學的東西 調製出來的 那Barry Neuboff 跟他的學生他們就想說 我們有沒有辦法推出一個新的飲料的品牌 就是把我們在家自己泡茶 拿茶葉煮茶或泡茶的那個味道 那樣子貨真價實的一個茶的飲料 能夠裝瓶推到市面上去買 貨真價實 我們就稱它為Honest Tea 誠實茶 正好跟誠實的這個名詞Honesty 是諧音 他們開始想的是做這件事情 然後他發現要用貨真價實的茶葉 把茶煮出來 對於瓶裝茶的成本來說 增加並沒有太多 在那個年代 那些所謂很甜的 裡面其實沒有茶味的 那些瓶裝茶的飲料 一瓶的價格可能是一美金 那麼在這一美金的情況之下 他們要改用貨真價實的茶葉 來煮茶 只會讓成本增加五分錢不到 那他覺得說成本增加並不成高 所以他們兩個就決定攜手 市場上買不到我們愛喝的瓶裝茶 我們就自己創業 推一個品牌來賣 賣給自己喝 這樣的一個創業就開始了 但是貝利奈勒波夫 他後來在他的著作裡面 他開始解析到 為什麼一個大學教授 可以來開始創這個飲料品牌 他們當年經歷過哪些思考 因為你可以知道 創一個飲料品牌 其實門檻 說低也很低 說高也非常高 你自己一個新的配方 中品就可以推出去了 但是你要做到讓大家知道 你的存在 知道你在賣什麼 然後敢喝 願意喝 然後又愛喝 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貝利奈勒波夫他說 當他們創業的時候 他問自己幾個問題 他的第一個問題是 我是一個大學教授 我出來賣飲料 就是 為什麼你的創業計畫 你評估 他有機會可以成功 為什麼一個大學教授 出來賣飲料這件事情 是有機會可以成為一個 有利可圖的創業計畫 這是他問自己的第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並不難回答 因為市場上有一部分人的需求 沒有被滿足 他們自己買不到 雀槽 買不到其他 Snapple 這些大廠商推出來的飲料 沒有他們願意喝的 沒有他們喜歡喝的 然後他們知道 在1990年代後期 美國的消費者 開始經歷一個風潮 大家開始更重視健康 大家開始更重視 我是要喝的 不要喝的太甜 然後我要喝這個 我要吃是有機的東西 不要農藥之類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們覺得是有市場 然後這個市場還沒有人做 所以他們就來做 然後因為這個市場 還沒有人來做 所以雀槽的檸檬紅茶 賣一塊錢美金一瓶 他們的價格可以定到 兩塊錢美金一瓶 因為對這些重視健康 買不到愛喝的茶的這些人來講 他們推出來的產品很有價值 但是奈勒波夫接下來問他 第二個問題 如果我的計畫可以成功 那麼在這個市場上 比我有資源 比我有經驗的這些大廠牌 會不會來模仿我 如果他們來模仿我 我的計畫還可以繼續保持成功嗎 這是他自問的第二個問題 會不會 如果一個耶魯大學的教授 就是茶葉泡一泡裝瓶就拿去賣 就很多人願意買的話 那雀槽會不會開始改做這樣的生意 但事實上 貝利奈勒波夫那時候檢驗一下 他從別人的眼睛看世界 他試著轉換視角 思考其他的大廠商 會如何來回應我的創業 他發現一點 對這些大廠商來講 他們有他們高的知名度 他們有他們大的市場 高的市占 而且都是非常甜的飲料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些廠商如果突然要多開一條 不太甜 很健康 講求茶葉原味的這條產品線 那你要那些老廠商 他們用什麼方式來宣傳 他們的新產品呢 他們要說這個新的不太甜 有茶味的這個新的這個 新的這個飲料是更誠實嗎 那麼他原本賣的很甜的飲料是怎麼回事 他要說新的飲料因為不太甜 所以比較健康嗎 那麼他原本賣了很甜的飲料 是不是就不健康 所以對那些大廠牌 已經長期經營 琳瑯滿目各種甜飲料的廠牌來說 他們短時間內 如果要模仿貝利奈勒波夫 開始推出不甜的健康的有機的茶飲 他們往往會面對到 在宣傳行銷上面 他可能會打擊到他自己 已經有穩固豐厚利潤的 既有的產品線 所以貝利奈勒波夫判斷說 這些老廠商他們不敢輕舉妄動 他們暫時是不會輕易的踏入不甜的茶飲料的市場 這是第二個問題 貝利奈勒波夫他要問第三個問題 他說如果我一個大學教授 就可以賣飲料創業成功 那麼市場上會不會有很多跟我一樣情況 潛在的競爭者 他們一樣是Nobody 大家都開始不約而同的推出不甜的 然後用茶葉煮的這個茶拿去賣 那麼這樣我不是去面對一堆的競爭者了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的創業計畫 還有可能可以持續的成功嗎 這是貝利奈勒波夫自問的第三個問題 為了要回答這個問題 他們當年所採取的策略 他的判斷是 賣飲料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 就是通路是非常重要 當你口渴的時候 附近有什麼店 那些店提供你什麼樣的飲料 你就是從那些選擇裡面來挑選來購買 所以貝利奈勒波夫覺得說 當他創一個新的飲料品牌 Honest Tea 他必須要跟通路結合 所以他去找到了在1990年代 開始要大幅擴張的有機的連鎖超市 就是Whole Foods 幾年前亞馬遜併購連鎖的有機超市 Whole Foods 就是這一家 在1990年代的時候 這個Whole Foods還在成長中 那貝利奈勒波夫跟他們討論 邀請Whole Foods的主管 成為他Honest Tea 純實茶的顧問 然後他們願意大量的在Whole Foods辦飲料的試喝 他們願意在批發價上面做折讓 就是為了能夠順利的打進Whole Foods的通路來鞏固 但Whole Foods的冰箱 一旦已經都是擺的 都是貝利奈勒波夫的陳時茶 其他新的Nobody 即使要模仿即使要創業 推出新的類似的這些飲料品種 恐怕Whole Foods的冰箱也容納不下 這是透過鞏固通路來避免其他小廠商的競爭 而在這個過程中 貝利奈勒波夫判斷他們採取不甜的飲料 然後是貨真價實茶葉所煮的飲料 正好就是可以使出柔道策略 這個是讓老廠商們 賣甜飲料的老廠商們 他們暫時不願意回應或者是不敢回應 不會去模仿他 可以讓他有足夠的時間 不需要面對來自老廠商的競爭 所以我們從這裡看到一個例子 柔道策略可以是走低價路線 小規模生產切入市場 像1930年代的百事可樂 柔道策略也可以像陳時茶這樣 你選了一個產品的區塊 是大廠商老廠商 因為他所擁有的包袱 他不願意做 不管不敢做 讓你找到了一個生存的空間 但是背後的核心都在於 你要進入一個新的市場的時候 不管你要推出什麼價格 什麼樣的產量 什麼樣的產品的品質 或者是產品的定位 你要去思考 別人會如何回應 練習從別人的眼睛看世界 所以我們總結一下今天所講的內容 什麼是賽局 英文game 對岸翻成博弈 有人說它是遊戲 但它本質就是策略互動情境 參與者之間的決策與行動 會互相影響 那麼我們這學期會大量的看到 把賽局應用在三種很常見的 人跟人的互動關係 包括如何競爭 包括如何合作 這點非常重要 以及如何溝通 那麼賽局理論 它又稱為策略的科學 原本是數學的一支 然後在這個戰爭中得到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 以及後來的美蘇冷戰 之後被應用到政治商業電腦科學 演化生物學等各種的領域 但是放在今天 放在我們這堂課 我覺得它的定位 它是一套思維模式 讓我們能夠分析跟預測 別人在不同處境之下 所會做的反應 進而能夠幫助我們自己 做出最佳策略 最佳的決策 或者去改變自己所處的處境 就是這部分 作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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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作詞作曲 文化